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公司9月发表的A19系列处理器当中 作为最强的处理器A19 Pro自然是备受外界关注 而最新的测试数据显示 A19 Pro在CPU效能上虽然相比前代仅提升了约11%至12% 但是如果仅看CPU单现成效能 则超越了苹果的桌机处理器M4以及AMD的锐龙99950X GPU效能相比上一代则提升了37% 达到了与苹果M3当中的GPU以及AMD的Radian 890M集成 GPU相当的效能 A19 Pro拥有6个CPU核心 其中包括两个高效能内核 运行频率高达4.26GHz 相比上代提升6.5% 并具有改进的分支预测 在分支繁重的工作 负载下效能更高 能效更高 以及增加的前端频宽 这意味着每周期指令数更高 但并不表明内核每周期可以解码多少条指令 4个节能效盒 与前代产品相比 其最后一级快取记忆体增加了50% 最新的测试显示 全新的A19 Pro处理器在Deekbench 6基准测试中 CPU单现成效能得分3895 比上一代产品高出11% 比高通的骁龙8 Elite高出36% 并且超越了苹果自家的M4高出5.3% 和AMD强大的锐龙99950X高出11.8% 不过 由于只有6个CPU核心 因此在多线程效能得分为9746分 仅比A18 Pro高出12% 所以这款智慧型手机 SoC在多线程工作负载方面 仍然无法击败台式机和笔电的CPU 虽然单线程和多线程CPU效能 11%至12%的待机效能提升 看起来相当稳健 但与A18 Pro相比 A17 Pro的约18%提升相比 这一数字相对较低 需要指出的是 A19 Pro处理器采用的是 台积电第三代的三奈米工艺 N3P节点制造 N3P是N3E的光学缩小板 与N3E相比 它可在相同功率下 将电晶体密度提高4% 效能提高5% 或在相同频率下 将功耗降低5%至10% 考虑到制程工艺的提升 这也使得A19 Pro的大核CPU主频得益 提升了6.5% 叠加一些微价格改进 因此 其效能的提升幅度 达到了约11%至12% 然而 考虑到 苹果在iPhone 19 Pro上 采用了均热板散热系统 和铝合金一体成型机身 该公司并未大幅提升CPU主频 以获得更高的峰值效能 这着实令人意外 或许苹果决定 专注于分支密集型工作负载 或者更高的IPC效能 比单一频率更能带来好处 目前看来 这些增强功能在Geekbench 6中 并未显著提升效能 A19 Pro拥有5核GPU 和6核GPU两个版本 该GPU配备了第二代动态快取记忆体 提升了浮点数学运算速率 带来了统一的影响压缩 其中 5核版本的每个GPU当中 还集成了神经加速器 峰值运算能力是A18 Pro的三倍 苹果声称 这允许在iPhone中 实现MacBook Pro级别的效能 根据Geekbench 6测试的6 和GPU版本的A19 Pro数据显示 其GPU得分为45657分 相比上代快了37% 与iPad Air中 M2或M3的GPU效能 以及AMD的Radian 890M 集成GPU效能相当 此外 最新的分析称 A19 Pro的GPU还拥有矩阵乘法加速单元 Matrix Multiplication Acceleration Units 这有助于提升AI效能 长期以来 苹果自研的GPU与辉达一类的显示卡 最大的差异之一 就是缺乏像NVIDIA Tensor Core 这类专为张量运算设计的硬体加速核心 这也是回答在深度学习和大型语言模型 LLM运算上能遥遥领先的关键 最新的Tensor Core不仅运算速度惊人 更原生支援多种浮电精度 如FP64 TF32 BF16 FP16等 能与各式大模型训练 及推理引擎 完美配合 虽然苹果这次的GPU升级 包含了矩阵乘法加速单元 但这并不等同于挥达的Tensor Core Tensor Core是一个更为复杂 且全面的运算核心 它不仅能执行矩阵乘法 更针对多种低精度浮电运算 如FP8 FP6进行了深度优化 这些都是现代大模型训练 与推论的关键 也就是说 苹果的GPU 虽然补上了矩阵运算这块短板 但其原生支援的精度和运算效率 仍有待后续的技术发展来追赶 在深度学习的世界里 无论是训练还是推论 最核心且最频繁的运算 就是矩阵乘法 Matrix Multiplication 因此 可以把一个神经网络 想象成一系列复杂的数学运算 其中每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权重 都可以用一个巨大的矩阵来表示 当输入数据 例如一张图片 一段文字 记录这个网络时 它会与这些权重矩阵 进行连串的乘打运算 以产生最重的输出 这就是为什么 矩阵乘打的运算速度 直接决定了 AI模型训练 与推论的快乐 一个好的AI晶片 其效能高低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处理这些巨型矩阵惩法的能力 虽然 苹果曾大力推广其自家的神经网络引擎 Ana 苹果也试图通过专用硬体来处理 AI任务 然而 开发者实际对于其NPU的应用 却不如预期 首先 Ana的使用体验极不友善 开发者必须将模型转换成 特定格式才能运行 过程繁琐 其次 也是最重要的 Ana的效能远远落后时代 由于苹果最初并未预料到 以Transformer架构为基础的大型语言模型 LLM会迅速崛起 这类模型对记忆体频宽的需求极高 而Ana的频宽效能却表现平平 根据实测 Ana的最大频宽 仅约120G每秒 甚至不及2016年推出的NVIDIA GTX 1060显示卡 这导致在现实应用中 开发者很少会选择使用Ana来运行大型模型 因此 在M4晶片上 苹果已经开始试水 直接提供最高512G统一记忆体的配置 这显示 苹果早已意识到 大模型对记忆体容量的庞大需求 如果未来的M5 Max 能搭载频宽更高的LPDDR6 其记忆体频宽 有望达到900G每秒 将足以与主流消费级显示卡一较高下 这下台积电就又有的忙了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